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雅大利 阿姨 杨茜 宇宙 李宗盛 雅大利 阿姨 金黎 雅大利 阿姨 杨茜 阿姨 杨茜 我們要探討的是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你們知道為什麼當時會探討樂利學 樂利學你們在日常生活當中都會應用到 每天在用 有很多同學會覺得跟我想什麼關係 你每天會不會不是騎摩托車 不然就是搭公車對不對 不然就是走路 走路的話也算 也算 樂力學第二定律也算 吃進去的跟吐出來的是不一樣的 然後你看到了 不管是你騎摩托車或搭公車裡面都有 我講的這兩個東西 我沒講腳踏車 因為腳踏車不需要引擎 那你不管是你搭公車或者是騎摩托車 都是有一個引擎在那裡面 引擎就是樂力學第二運動定律的東西 還有這個 還有你每天冰箱 所以其實冷氣機就是冰箱 一樣的道理 就是把在冷的地方把熱量抽走 放到高溫的地方去 那基本上面我們說 我們要探討的是一個device 這個device呢 它有一個 它要把熱轉變成 mechanical energy OK 那熱呢 我們就是Q啊 這是弓啊 那我們之前我們講說 熱跟弓其實之間有關係的 只是熱力學第一運動定律就是 Q-W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種device 就是有一種機器 它是去抽取熱量 然後去做工 從某個地方抽取熱量 然後去做工 這個工是有用的工 不是沒有用的工 OK 這種device 我們就叫做引擎 所以基本上我們說 引擎是什麼 就是從某個地方去抽取熱量 然後去做工 好 這是你有了概念 我們接著要探討的就是這種東西 那第二個部分 不管你是從哪個地方去抽取熱量 然後去做工 在我們的PV圖上面 我們在這個講了好久好久的PV圖 那在PV圖上面畫來畫去 從一點然後到另外一點 OK 你可能是等溫等壓不管什麼樣子 然後反正再回來 這是一種情況對不對 那也可能是 從一到二 一樣的是一 一樣的是二 一樣的是這個cycle 但是呢 我走的方向卻不一樣 這兩種有什麼差別 這兩種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差別 從一到二 再回到一 這兩種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 這個跟這個做的工是不同 進工不同 這個 對外界做工是大於0 這個對外界做工是小於 那 這樣子的意思是什麼 這樣子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 從一點到另外一個狀態再回來 叫做一個cycle 那一個循環以後 那一個循環以後 你可能 因為你的路徑 你所使用的方式不同 你可能對外界的做工是 可能大於0 也可能是小於0 所以你要去設計你的引擎 Energy的部分的話 你本來是希望從熱量拿來做工對不對 那如果你設計成這種樣子的話 就做不了工了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這個是熱力學第二定例裡面 為什麼我們要去探討的原因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所謂的引擎就是從 你既然要從 某個地方去拿熱出來對不對 你就要 你要去拿熱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如果冷死了拿 溫度很低 你拿得到熱量嗎 很難拿 就是我們冷氣機的部分 那我們說 這個是一個高溫熱褲 那這個高溫熱褲呢 它的溫度 pH 然後呢 它呢 要從這裡拿熱量出來 我說它是QH 熱量拿出來了 那 我期待的 滿心期待的是什麼 這個熱量全部通通最好是什麼 通轉變成工嘛 對不對 那我說 這個如果是我們的引擎的話 那 我最好的情況是 哇 這個熱量全部都變成工 那 換句話說 假設 ΔU 等於0的時候 當然 這個W會變 跟Q是一樣的 可惜的是 熱力學第二定理告訴我們 這種情況啊 是不可能發生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熱量變成有限的工 這就是熱力學第二定理告訴我們的 用一個很白話的部分 用一個很有學問的部分 去講的部分 就是說 自然界的entropy 就一直在上升 那至於entropy是什麼 等一下再講 OK 那 有時候你會覺得 entropy是什麼東西 就物理人才知道entropy是什麼 entropy就叫做商 OK 好 好 那你現在你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說 你現在從高溫熱庫拿東西出來 要把它變工 那 我告訴你說 可能 沒辦法全部變過來 那油 沒辦法變過來 就是你要把一部分的熱量 再把它 沒辦法 做工的熱量要放出來啊 那放出來 就釋出來 釋出來的部分的話 就是QC OK 這個溫度 當然是會比較低溫一下 一點 OK 好 V R 然後 它是比較低溫一點 好 那這就是我們 一個 QC啊 有一個概念 QC呢 就是沒用的東西了 所謂沒用的東西說 你怎麼 它沒有經濟價值 你根本沒辦法 再把它回收 變成工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節約能源 然後 為什麼要去設計好 良好的機器 的原因就是 你 能夠設計一個 機器 QC 一手 你就發了 對 OK 人類 一直希望去設計的就是 QH變成WQC是等於0 理想 但是這個理想 就是達不到 OK QC就是沒有經濟價值的 這 的部分 那 換句話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去看待這件事情 這個引擎 既然你已經知道QC是沒有經濟價值 怎麼看待這個沒有經濟價值的東西 那 你要告訴我說 你這個引擎有多好 用什麼樣的東西來 名詞來告訴我呢 我說 熱效率 那 你的熱效率 一 一咧 的定義 就是 你付出多少 你付出多少 你得到多少 當然 你希望你付出的全部 你得到 對不對 那就是 一就是一 那是最好 百分之百 但是可惜的就是 你付出會很多 你得到很少 那你設計的這個引擎就是很爛的 那基本上面 你得到的是什麼 我說要他做工啊 就是W 你付出什麼 QH OK 所以E是等於什麼 E就等於 W是等於 QH-QC QH 就等於E-QH分之QC 所以 年內的夢想就是QA QC是等於0 但是 熱力學 第二定律告訴你說 夢想 就做白日夢好了 至少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打破熱力學第二定律 OK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舉一個 我說 我們平常的引擎 平常的引擎 平常的引擎 那平常的引擎 是什麼樣子的情況呢 因為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你平常的引擎 你TV圖上面 有沒有想過 你騎摩托車 汽油跟空氣 怎麼把你變成Energy 爆炸 爆炸 對不對 壓縮 Pump要壓縮 所以 基本上面的部分 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說 好吧 你 汽油跟空氣 進氣了 那進氣的話呢 汽油跟空氣 把它 混在一起 然後這個 那個 這個活塞的話 從V I的位置 V0的位置 一直膨脹 到V1的位置 然後 進氣的沖沖裡面的話 你現在把那個點火 然後你把它捆搖了 混在一起以後 我說 我開始壓縮它 從V1壓縮過來 然後 因為壓縮的話 壓力 變大了 然後 體積 變小了 這個是在一個 節熱的過程 那 節熱的過程的話 就不會有熱量的轉移啊 OK 那你到了這個過程以後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的話呢 那 我們看到 到 從1到2的點 的時候 然後 火塞呢 火塞已經把它壓縮了 壓縮到某一個 這個 我就把 直接把這個點叫V2 好 我說現在的 體積已經是V2 然後我就開始點火 然後燃燒了 那 體積固定不變喔 那 點火燃燒的時候 體積固定不變 那壓力是不是會改變很大 對不對 所以你的壓力就上升了 OK 那這時候 因為這個爆炸過程 你從外界引進來了 非常多的熱量 這是H 這是你的爆炸過程 好 那你已經爆炸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引進來的熱量 開始爆炸燃燒以後 然後 這個爆炸以後 壓力瞬間膨脹 然後會推動這個活塞 往外 就是 對外做工了 那就回來 OK 那回來的時候 回到哪一點都沒有關係 這是你自己的設計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時候 我還是一個節熱過程 然後 把活塞往外推 把活塞往外推的意思就是什麼 做工了 對不對 就是外界在做工 那你知道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已經 對外做工了 然後 再回到原點 再把它 壓力 體積固定不變的時候 因為那個壓力還很大 把壓力卸掉 再重新壓縮 再爆炸 再推 對 就是你整個引擎的情況 那在這個引擎 的情況之下 這一段 就是你的排氣過程 一 進氣過程 然後火牛過程 爆炸過程 然後做工的過程 然後再排氣的過程 再回來 這就是你的一個 cycle 一個 這個人發明的 這個人發明的 auto engine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2到3的部分 你進來了 QH的 energy 4到1的部分 你把氣體壓力從P4降到P1 順便把熱量帶走 就是QHC OK 那 在2到3的部分 因為你的體積是固定不變的 所以在那個熱量 帶走的熱量是多少 就是 2到3的部分 帶走的 進來的熱量是多少 進來的熱量是 T3-T1 然後看你幾個more 然後在4到1的過程當中 一樣的體積是固定不變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4 final是1 T1 然後 這是2 然後 initial是T4 然後n 那我們知道T4 是大於T1 所以 我這邊其實我知道 你這個熱量是排出去的 OK 好 那我們看到 我們整個的efficiency 你已經知道是 1- QH N CV T3- T1 然後 QC 就是 N CV T4- T1 這裡已經負號放進來了 這是 進來的是QH 然後減掉QC 已經把負號放進來 所以你這邊的話 是減的 可以消消消掉 這個就是1- T3- T4 跟T1 OK 那我們看到 從1到2的過程當中 和從3到4的過程當中 這兩個過程都是 決樂過程 所以 決樂過程是什麼 P1 V1 Gamma 是等於 P2 V2 Gamma 然後 P3 V3 Gamma 是等於 P4 V4 Gamma 這是 決樂過程裡面的 PV Gamma 是等於Constant 你把它引用進來 那 我們把這裡面當成是理想氣體 然後 PV 是等於 NRT 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T1 V1 Gamma 就等於 T2 V2 Gamma T V3 Gamma Gamma V1 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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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結果的部分 放進來以後 然後 我們知道 2跟3 V2 T5 就等於V3 然後 V4 就等於V1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 2的部分 T2 V2 就變成V3 gamma-1 我直接把它放到這邊好了 2的還是不變 把這個帶進來 T3 V2 gamma-1 就等於 T4 V1 gamma-1 那你把它解 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 就把它出來的 就是T4-T1比T11-T2 就變成V1 V2 gamma-1 那換句話說 這個放進來 1就等於1-V1 V2 gamma-1 換句話講 你整個熱效率是多少呢 跟你從V1壓縮到V2的壓縮係數有關係 V2除以V1 這個如果我們用R來表示 那我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基本上面在熱機裡面你這個R 大鈣的值是小於10的 沒辦法太大 那這個小於10的 那Gamma呢 我們在剛剛已經都算過了 對不對 1.67 1.33 1.40 看看我們是什麼鹽子 是這個氣體的特性 Gamma就算過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可以把儀算出來了 就是一種引擎 那第二種引擎 我也可以把它變化一下 這個引擎變化成什麼 變化成這個樣子 我說我剛剛 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是氣體跟這個汽油把它混合了 但是我這個過程當中 我不這麼樣 我進氣 這個體積膨脹 然後開始壓縮 OK 那在壓縮的過程當中 就是節熱的 然後壓縮完以後呢 我保持壓力固定 但是把活塞往外推了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知道 QH就進來了 然後再經過這個節熱過程 那再回來 黏點 那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這個QC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另外一種引擎 這是Stalin的引擎 那這個引擎 你們自己去計算一下 我在這邊不再計算了 我把這個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Efficiency 那我可以定義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我的壓縮係數 跟膨脹係數 一個是壓縮係數 γ 然後另外一個是膨脹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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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個係數 如果定義以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整個出來的結果 如果1就等於g Î1-R1-R1-R parts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γ值的部分的話呢 假設你抽 它嘛如果是1.5 那R1是等於5 RC如果是15倍的話 那1你算出來是64% 你就知道說你有36%的什麼 你1公升的汽油 你希望全部把它變成公 結果你64%的汽油是有用的 36%的汽油是什麼 浪費掉的 所以你可以 類似的概念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這個冰箱 冰箱是什麼意思 冷氣機也一樣的 冰箱跟冷氣機 跟引擎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它是 這是冰箱過冷氣機 我要從低溫的熱褲 把熱抽出來 OK 那這個是溫度比較低的 那我要把溫度從低溫熱褲抽出來 要放到哪裡去 我希望把它排到高溫的地方去 這是違反自然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一向人類喜歡做的事情 從低溫的地方把它排到高溫的地方去 然後冰箱也一樣 但是這要付出代價 你既然要違反自然的話 你要付出代價 付出什麼代價 那我就要給它公 OK 那這個就是冰箱 冷氣機也一樣 那同學們大概可以從這個圖知道 我最好W越少越好 對不對 反正你 W加WC要W等於QH 但是最好W是越少越好 QH就跟QC差不多 所以 對冰箱來講的話 我們講的就是Performance 的 coefficient 這個QH 最好 付出最少的 我們說付出來 你要付多少 那付出最少的時候 得到最多 挖最多的東西出來 就是我的Performance 越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定義這樣子 那 我知道 W其實就是 QH-QC 就是W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 冰箱裡面的 Performance coefficient 的部分 那 關於冰箱 其實 每個同學都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面 他 他大概有經過四個階段的部分 第一個階段就是 低壓的Liquid OK 然後呢 把這個Liquid蒸花 變成低壓的Gas 那這 從Liquid到Gas的時候 你就會 系統 會進來熱量 QC 對不對 你一定要 要從 液體變氣體 一定要外界給他 你就從外界吸收熱量進來 好 那吸收進來以後的話 低壓的氣體 我經過一個活塞 這個活塞把它壓下來 那 這個體積就 這個一壓的時候 它就變成高壓了 然後呢 它還是一樣的Gas 只是它的Pressure 現在是高壓的情況 那 我在高壓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它回到 液體 那這個呢 當然這個還是高壓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會有熱量被排出來的部分 OK 那 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呢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節流過程 這是節流過程 那這個節流過程 就是從高壓 變成是低壓的過程當中 然後 這裡面的溫度就降下來了 OK 再回到 這裡面就是 這裡就冰箱外面喔 這是冰箱裡面 那這個活塞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馬達 這活塞就是我們的馬達 那馬達要幹什麼 馬達就是做工的啊 可能知道 你說工在哪裡 工就在這裡 這是馬達 工就 這就是活塞 要壓的地方 這是我們冰箱的一個 一個原理的部分 那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有的 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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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